请大家看看即将发售 它是属于Amazing Brownwood整个屋苑的 Neighborhood 2 然后是第一栋发售Tower 5这栋楼 它的位置是在Willington Avenue 夹Halifax 这一边的复向向我后面是向北边 现在的位置是在Sell Center外面的 Piking Lot空地拍车 将来这里就会建一个53层楼高的建筑 下面的一、二、三楼都是不同的设施 一楼、二楼都会由商场 由发展商管理 现在暂定的概念是 绽宿或货币 而三楼是18,000石左右的会所空间 专门是Tower 5的住户去用 停写场入口 很多时我们看到的建筑只有一个 但它会有不同的入口 包括Halifax这边有入口 另外我也留意到 后面这里和Tower 6连接的位置 都会有入车位 这个想法就是 Neighborhood 2的停车场 应该会类似 Amazing Brandwood Neighborhood 1 是互相之间通的 住户主要会在这个位置 Willington这边 有一个Grand Lobby 可以进入 大家会看到 楼底特别高 都是大的落地玻璃 外观我们看到 它主要是由黑色 配白色去组成的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比较大的露台 所以大家看到 整个建筑 尤其是Cornor Unit 都会是大家 比较喜欢的Wrap Around 整个Unit里面 都会看到自己的露台 这也是这栋楼设计的 其中一个特点 我们现在看一看 一个一房的示范单位 室内实用面积 555呎 然后有个200呎的露台 总共是754呎的可使用面积 但入职的就是实用面积 门口一进去 已经是大的客饭厅 还有书桌 客厅 睡房 衣柜 还有洗手间 还有比较多的室内空间 有两样特点 可以在门口说一说 首先它会有Wireless Key Entry 即将来这栋楼 2028年交楼之后 大家进来 就不需要再一定是用锁匙 可能手机有Wireless 都已经可以开门 然后闯度 这个门口是36寸 我们进来之后 看到这个一房单位 我眼前一亮的主要就是这一块的 Dining Table 或者我们叫做Island Island 空间就是8呎6的长度 它的材料是石鹰 这一边有Waterfall 厚度是1.5吋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颜色是 配合厨房这边的 Counter Space 和Back Splash 整个Island 对面可以坐到四个人 现在是比较大的巴凳 上面这个Light Fixture 即是这个灯 都会包在里面 而且是Dimable 我们看一看Island 下面的储物空间 这里首先是个微波炉 下面会有一格大的柜桶 旁边这里都是两格大柜桶 一格大一格小 可以有组织 给大家放一些刀叉 放在里面 来到这一边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已经是可以坐下的位置 这里开了之后 里面其实还有储物空间 其实会尽量给大家 可以放多些东西 始终Counter Living 需要多些空间 随此之外 这一边 整个Island的下面 有三个充电位 这里有一个 然后一路围来 去到这里 我们的位置找先 这边有两个 分别在这个下面 和这里下面 所以这个idea 是大家可以用这个空间 来吃饭 或者做workstation 或者来玩的话 充电等等是没问题的 厨房空间 就保持在这一条 Linear的主食空间 有个24寸的雪柜 冰柜下面 就是三格柜桶 看到的雪柜 冰柜 然后这里 四个gas楼头 和下面的焗炉 这些全部都是MILLA的电器组合 我们现在看到 它是由深色的地板 去配上浅色的厨柜面 和比较浅色的 Back Splash Quartz的石英糖面 也有一些大理石的花纹 比较轻的 很舒服的 看上去 我们看一看 所有的厨柜空间 桌面下面 有可以拉出来的柜桶 铺了一格 还有里面两格 这些厨柜也是意大利的厨柜 意大利订造 然后运来这边 雪柜的旁边 还有一条白边 这是一房单位独有的一个pantry 可以拉出来 大概是这样的长度 可以放一些扎身的 譬如是调尾料 这样的 然后这些柜底 大家都会看到 它每一个柜底 都有自己的LED灯条 然后这里 我们都看一看洗手盆下面的空间 大家看到它 其实是有垃圾桶的空间 有一大一小 然后上面还有一块板 都可以去给大家放东西 上面都是全部可以打开 所以做到最顶的 就是厨柜空间 开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抄油烟机上面 就是风管位 厨房在左手垫 门口进来 这里大家看到一些柜 这些是设计ID 不包的 但到时发展相比这个绩利 会有一个凹进去的位 大家可以想一下 是用来做书桌位 还是再做柜 都可以的 然后走进来 这里就是客厅的空间 这个单位是按一备一元即做的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一房单位的 至少都可以放到二人座梳化 甚至L-shaped三人座梳化 都可以的 这里发展商都安装了一个 几阔的电视柜 然后电视机位 再提一提 就是它整个设计 都会出现 smart home 即是到时这个东西 是会包在这里的 大家就算是 away from home 的时候 譬如说是回家之前 都可以开定烂暖气 或者是走了忘记了 都可以在这里调校 非常之方便 那么由客厅一路向外面看的话 就会是露台空间 那都是一比一 露台到时都会有这么大的 那现在我们刚才 我们看见露台面积二百尺左右 那就是这个空间 那它也是宽度比较宽 所以大家是坐到两个人 甚至四个人都没有太大问题 都可以BBQ 那这一只的话 露台一路会延伸到房间 所以房间看出来都是露台来的 那然后我们看完露台空间之后 就看睡房 睡房的话 现在发展商安置了一张queen bag 两边有床头柜 这一边就会有这些roll up blinds 整个unit的单位是九尺楼底高的 窗门都很大块 睡房之后就会在中间走进来 两个closet 到时候会有个sliding door 或者打开的门 所以到时是有门的 现在就拆走了 但进来walk-in closet就没门了 这些櫃大家看到都是design idea 到时会是普通的一些架 这里再走进来的话 这一只职可以通到洗手间 再通到外面 那我们看看洗手间 洗手间的亮点是什么呢 就是new heat 就是说其实所有的单位 都会至少有一个洗手间 是送了地暖给你的 地暖的装置通常会在墙壁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到时就可以按 如果大家买的是一房以上 就是要多过一个洗手间 另外一个洗手间 就可以升级到有地暖 还有一样东西 亦是预早安装了电锅 所以大家如果将来 想将这些普通的座翅 换成是电动的话 都会比较方便 不用拉那么长条线 再看一看櫃子 上面都会有大的medicine cabinet 里面还有镜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方便女士在化妆的时候 都可以照到镜 这边整个洗手间都是铺砖的 这个都是我留意到比较特别的位置 因为现在很多的洗手间 可能都是铺了两三面墙 但它是全个洗手间全铺砖的 是纤维底座 它的去水位是做了这一条设计的 其实真正的去水洞也是在下面 不过美观状况之下 这样就遮住了 然后它有一个在上面的 Ring Hat 还有一个可以拿下来 调节高度的一个花沙头 洗手间我们看完之后 就可以出来这边 这个积枝是我最喜欢的积枝 因为可以这样通 这两边的closet是什么 大家看到这里 到时都会装门 它是一个洗衣机laundry space 一样刚才说了 所有电器都是mila 包括洗衣机干衣机 而且所有电器都会有两年的保养 这个laundry space的话 它的櫃就是包了 大家可以想象到到时的space 亦都有电锅 所以你再放电器在这里 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洗衣机干衣机之后 这一边就是一个entry closet 刚才我们门口进来的话 大家想放三放鞋就是这里 实际上unit进来的时候 就会是这一种装衣衣的架 即它会有一块板在上面 给你放东西 还有下面有一条通挂衣 就是这样的了 下面这个不包的 下面这个也是设计的理想 我们现在看的是BB3的plan 两房加班实用面积1075尺 它的露台就比刚才再大一点 300尺左右的露台 total living space就是1368 刚才我们看了一房的单位 那个island已经很长了 两房就更长一点 刚才是8尺六 这一只是9尺六 一样 它做了一个空间出来 就是纯working station 这一场dining area 就没有再用到以前有时 习惯会在这里放个洗手盆 或者是怎么样 反而是阻碍了台面空间 所以它将所有煮食的时候 比如说水电 都match在墙壁 所以有一条linear很长的厨房 然后大家要准备送菜 或者一班朋友来吃饭 就会用这个island 就可以用得舒服点了 我们一样一样看 这颜色是另一种 它是比较暖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地板颜色 比刚才浅色了 是浅木色 都是白色的石英台面 island一样有waterfall 一样是1.5吋 这些櫃面 全是浅灰色 看上去很舒服 但它是matt的颜色 不是反光的 亦都是防手指纹 比较容易清洁的感觉 Amazing Brandwood Tower 5 它所有900呎以上的单位 就会有30吋的电器package 但900呎以下的单位 都会是24吋 我们现在看的 这个是30吋的冰箱 牌子一样是milla 下面有两格柜桶 一格在这里 再有一格在下面 还有一个储物空间 我看看开了 这个闪不闪到 还有两格在这里 好 然后我们一样一样看 这里是整个台面的空间 石英 back splash是一样的材料 全快过的 好 这些是储物空间 都放很多东西 到顶 然后这个就是路头 30吋 5个gas路头 gas是包在管理费里面 下面是milla的焗炉 然后这边就是一些 可以拉出来的柜桶空间 跟刚才一样的 洗碗碟机 都是milla的牌子 外面都做了这些意大利厨柜包边 好了 我们看看这个island的空间 这个island就是9尺6吋 比刚才一房的座更长 因为这个是两房的单位 因为这个是两房的单位 储物空间多一点 一样 一边有waterful 另外就是坐人 我们估计可以坐多少个 1 2 3 4 5 应该可以坐到7-8个 因为这边也可以坐到最少两个 储物空间一样 这里下面还有 大家打开可以看到下面的储物空间 然后电锅在这里 对面也会再有两个电锅 这边也是一个更长的柜桶 那组织器也是做得更长的 然后下面也有一格大柜桶 然后这边就是微波炉 还有也是储物空间 整个island的空间就是这样 我们回到门口 就是有这些sliding door 打开就是closet 有些closet space 但里面是design idea 到时就不是这样 是普通白色的架 这一只织器 大家看到1 2 3 4 5 应该至少有五面大玻璃的空间 所以光满度会很高 如果你是向南很光满 甚至你可能向北、向东 没有那么多太阳照的时候 那么多个窗 都足以令你的unit看起来舒服很多 那边是饭厅 那边是客厅空间 这一个单位的织器 之所以它可以设计得这么阔 因为它不是conning unit 所以它就做不到wrap around 但是一个300尺的露台的体验 都会比较舒服的 它是很阔身的 然后是长条型 你的单位里面所有的变向 由客厅开始 由饭厅 接着客厅 一路可以延伸过来 有一间睡房 和最后的主人房 全部都可以走到 而且还可以走到主人房 这个就是露台的空间 我们先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的话 现在它也是放了queen size床 但是它两个床头位是比较阔的 所以大家其实想放 king size 我相信也足够的 这边也有空间位 它还放了柜 没有柜的话 再有一个大一点的走动空间 然后进来是衣柜空间 再进来就是主人房的洗手间 大家看到另一只 color scheme 都是配上这一只 浅色的柜面 地砖的话也是浅色一点的 全部都是整个洗手间铺砖的了 然后其他 features 和刚刚是一样的 一样也是有洗手盆 而且这只主人房的空间 就是两个洗手盆的 所以它下面是有四组柜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下面 麦克森桌是三个 两大一小 两边都有镜 很方便大家在不同的角度照镜 好 然后呢 另外呢 所有的房间 天花板都会有了电子 可以给大家装灯 所以不一定要用落地灯 主人房走出来 都是side by side washer dryer的设计 这个大部分的职里面都会有的 当然到时会有门 然后这些处物空间就包在里面 我们看了主人房 看到一间房 大家可能想知道 没有了design idea的衣柜是怎样的 其实就是这样的 到时真的发展商交楼的时候 就会是这样的衣柜了 好 主人房是shower 下次就会是浴缸加shower 都是一样 上面有个ring head 然后也是有handheld 可以拿出来 和调节高低度的一个手持的水龙头 这个就是浴缸 就是这样的 门是怎样的 到时是没有门的 这个是design idea 到时会是一条通 给你可以挂浴簾 但大家如果喜欢玻璃 都可以去做毛框 或者有框 帮你 看了两间房 和两个洗手间 然后这一边 就是一个钉 这个钉 里面的所有设计 都是不包的 都是一个design idea 到时它会有三片 这些glass door 都是这些门 三块 就可以互相去动 这个钉的空间 不会像自闭房 那样关闭 大家想在这里做书房 或者做小朋友游戏房 都可以 而其实 如果这一只钉 这个钉 大家看看长度 足够放到murphy bed 即是小小的单人床 甚至是double bed 都可以 可以当作一个guest room 看回常规户型 是19楼到47楼 一梯是11个单位 5部高速电梯 这11个单位里面 白色的都是一房单位 总共有5个 他们的尺数平均 都是500多尺 和我们刚才看的示范单位 是很相似的 Starting price 大约是75万至78万起 这5个一房单位之外 比较大一点的 就是向北向南的Junior 2 bed 他门口进来之后 有一个跟我们刚才看的一房单位 一模一样的厨房和客厅空间 但除了一个主人套间之外 他还有一间房 但这间房因为没有窗 但有衣柜 所以是叫做back room 但是Junior 2 bed 这一只侧的话 向北向南 预计的价钱是90万头左右 应该100万不用就可以买到 正常的两房单位 800尺左右的 就是西北和西南这两个 这两个单位都开始有wrap around 因为它们都是corner unit 客饭厅厨房空间 就会跟我们刚才看的两房家庭很相似 都是有一个很长的island 然后有一个linear的厨房 接着客厅饭厅空间都会有很多窗户 不过这个就因为它是corner unit 所以是有wrap around的balcony 我们预计这些量房的siding price 应该会是过100万 有机会去到110万左右 全层里面最大的量房单位 就会是东北和东南这两个 这两个积极都是过了900尺 所以电器package 就会是30寸的mila package 它们的特色就是还有一个钉 所以门口进入corner unit 就多一条走廊 一个洗手间放在这里 有一个 side by side washer dryer 有一个大的钉 然后主人套房在这里 另外还有一个房间在这里 客饭厅空间的设计 和刚才我们看的示范单位有些不同了 因为它用了L-shaped厨房设计 和有formal dining 所以它的island就会小一点 看看大家喜欢哪一只积极 这个主要是19至47楼 另外18楼下的设计是有些不同的 因为它将大部分一房拿走了 变成了三房单位 为大家记得的 向东向西都是一房 现在来到四到十八楼的话 向西的话 就会变成了一个1075尺左右的三房单位 三间睡房都是正常睡房 Good size 又窗又衣柜 亦都是直条形的大厨房 有大的客厅和饭馅空间 另外向东这边都是一样的 把它翻转了 所以这两只三房单位 是到十八楼的 大家可以预计它的平均尺价 是一千三百元至一千四百元左右一尺 在这个单位 估计都要一百三十多 可能一百四十万左右 但当然 现在Amazing Brand 未能给到确实 每个Fallupan的定价 所以刚刚也是猜 有可能出入 除了刚刚分享的常规 这些户型之外 还有二十三楼 还有四十八楼到五十二楼 这些是特色单位 设定有少少不同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其实上回我的网站 看就全都齐了 这边其实还有一个模型 就是展示了Amazing Brand Wood 整个屋苑 整个发展的一个规模和蓝图 我们可以讲一讲方向 这里是Willington Avenue 那边是北方 这里是东西向 有Sky Train 有天车轨道 其实就是Low Hit Highway 东西向 这个就是Amazing Brand Wood Brand Wood的Sky Train站 所以我们这个住宅项目 是Sky Train 连着商场 再连着住宅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发展 现在大家看到的有些什么呢 商场的前半部 这些有灯 写了名字 名字 有什么Foodcock 全部已经是起好了 大家已经有人在使用 另外这三栋 Tower One Halifax Tower Two 1955 Tower Three 4650 Brand Wood 这三栋都是现楼 分别是19年、20年和21年 起好 已经有很多很多成交纪录 我自己都好像拍了两条片 去讲Amazing Brand Wood 这些现楼 然后延伸到后面 继续整个subject site 都是属于shaped properties 亦都会继续发展下去 我们现在的Tower Five 其实是属于后面这里 这一条Werlingdon 处于Halifax 这个角落的Tower Five 它已经属于Neighborhood Two 和Neighborhood Two 除了Tower Five之外 已知的有Tower Six 除了这里之外 后面就是我们现在show home的位置 这里未来都会是商场的空间 因为墨是未完全翻新的 本身Brand Wood墨都很大 现在是翻新了前半步 后面就会逐步去建设 大家看到这些透明的 总共有八栋 这些都是在后面一旗 所以整个Site 或者整个area 都会是属于我们这个大型的发展项目 大家可以看到的potential 我们叫做有前有后 有发展的东西 有在建的东西 也有将来再继续后续发展的potential 简单来说 整个土地的面积有28个 总共是13栋楼 在一个TA location 原因是本身这块地很大 也是Brand Wood墨都很近 这个Skytrain站 大家坐车20分钟就可以去到 所以它的黄金地理位置 其实本身占了很大的优势 起到一个这么大的project 加上一个mall 其实背后也是有原因的 首先讲讲发展商 Share Properties 本身它是财虹世带 是北美数一数二的发展商 它的财务方面的支援 即是financial partner 其实是安省的养老金计划会 安省这个pensions fund 本身它自己也是有个游家的历史 运作也是很好的 而且都是比较多钱 所以它是做整件事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打造到一个比较高端的高度 另外就是它的mall 本身的合作伙伴是LVMH集团 LVMH集团的地产部 LCRE都会着手去营运和做这件事 Share本身这个发展商 它都是一体式的整体规划 即是它没有将不同的东西外出出去 它从卖楼到建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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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然后还要在黄金地段里选一块黄金土地 因为在Skytrain站的上盖是可以相连的 大家看到它可以一条桥搭过去 跟我们香港的一些摩 例如原坊和大股城是没有分别的 然后直接可以连接过去 在摩的上盖和旁边再建大型的屋苑 这一点我觉得在北美这边是有 但真的不多 这也是一个做得比较好的项目之一 所以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三楼 外面和外面的空间 这里整个都是健康空间 外面有些可以坐的地方 有些普通空间 这些是派对屋 另外也有两个客户 如果有朋友过来住的话 是可以设计这些房间给朋友睡 然后还有些瑜伽房 下面也是外面的空间 整个会所设施都只是给TOWER5的住户用 这个TOWER5的话 它会有个全职员工 好像接待那样 坐在门口的 现在暂时未定是多少个小时 但一定是个全职员工 另外收工的时间 就会有24小时的 安室安全 大家可以在保安方面 不用太担心 每个家居家都有个App 除此之外 整个建筑都是无线的 基本上可以做到 到时是2028年收纽的时候 是无线的 就可以进出建筑的不同地方 因为我的网站上面 大家可以在 carriequite.com 或者上到去 直接按第一个 Amazing Brand Wood 你进到他的页面 就会看到我的视频 还有 有一些可以下载的东西 最重要是大家最想知道的 其实我是上载在上面的 即是所有的一房、两房、三房 所有的职位和Floor Place 全部都有的 Deposit Structure 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 如何付钱呢 写合约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身份 Resident 就是20% 写合约的时候是10% 一年半之后是5% 付完5%再隔一年之后 才是5% 如果大家没有身份 就是25% 就是中间那一期 即是一年半之后 就更多5% 就可以了 管理费的话 现在暂定我们知道的数字 是6毫二一尺 管理费包含什么呢 是包含冷暖气的使用 Gas 冷水 热水 以及所有 匯所设施的使用 以及它有concierge 有security service 垃圾排污等等 全部包含在里面 大家入住了unit之后 基本上给电费就可以了 每个unit都有一个EV车位 EVReady就是Level 2 到时大家买了电车之后 就是买回双型的Tri-Zen Station就可以了 Locker就未公布 包含不包含在里面 如果不包含多少钱 这个未知的 开售时间未定 但预计2月中至2月尾 有机会和会知道更多的细节 大家有兴趣的话 继续上我的网站 或者登记一下你的电邮 有什么更新的 就给大家 多谢大家 拜拜 最后跟大家拜拜之前 先说一句新年快乐 我们现在是年30万 今年没有年30万 是年29 在拍摄的 所以我想影片上的时候 即使是年初一或年初二 跟大家恭喜快财 祝大家今年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生意兴隆 什么 身体健康 最重要是身体健康 希望COVID快点完 我们可以去旅行 很多朋友说 一直想过来温哥华 都过不了 快点希望大家可以 过来一起玩